不是,所有的字都是掉轉的 金蕭大廈2,又迎來新一個單元 李思華穿過了金蕭大廈的七樓半 進入了平人宇宙的另一個圍都 叫做黑白世界 整個世界都是黑白灰三隻色 人的衣著都是黑白色 而且所有的字都是掉轉的 所有人物和現實都有另一種性格和記憶 所以無論是五穎美還是趙希樂 都是以另一個角色出現 監製透露所有的自然物品 好像花草樹木一樣 顏色仍然起到 相信將會成為將來的復筆 而李思華在社交平台說到 黑白世界裡面的氣溫特別低 應該也與劇情有關係